为了传承阿美族迷的路摔角记忆 既然相公所在过去都会特别开办摔角人才培训课程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防疫不可省 决定改为由各部落联合祭祖祈福一事 来减少族人们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部落族人将槟榔槟榔叶独润及迷酒 金城在先祖祭祀纪念牌前 再由部落头目潘树成带领大家以诚心禀告天上祖灵 今年因为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男士阿美传统文化米德路摔角活动 是改为了联合祭祖祈福一事 按照往例每年的这个时候 我们有一个传统祭祢叫做Mithluv 他的活动名称叫马拉勒布 因为最近大家都知道这个疫情的关系 我们因为这个活动非常的亲近 会抱在一起摔跤 所以我们取消这种活动 我们用祈福的方式跟祖灵说 我们没有放弃原来的活动 只是因为有疫情 为了大家的健康 我们就用这种传统的祭祀祭祀的活动来代表 在公部门一定要保留我们原有的部落文化 甚至于协力在整个传承的这样的一个代代相传的重要的重点工作 我们希望看到我们部落的平安 也看到部落的孩子能够健康活泼成长茁壮 更祈福我们吉安乡所有的乡亲都能够有适性移居的这样的安定心灵的这样的重点工作 我们无分种族 我们希望族群共融 我们希望老老少少都能够得到最适性心灵的安定的这样的一个成长 今年的米的路有别以往 部落族人透过津天银铃 晋场 燕铃等部落祈福仪式 祈求祖林在新冠疫情的笼罩之下 能够庇佑族人们身体健康防疫成功 也透过这场联合祭祖祈福仪式 凝聚族人情感为部落祈求平安 记者 许丽晴 吉安乡报导